人之權利能力趕快翻到第六跟第七條對不對 胎兒有嗎 胎兒有權利能力嗎 例外嘛 第七條嘛 關於利益之保護 OK嘛 有嘛 我們先大概看小結論 第二個小題 那A對於她在出生前已經死的母親甲 可不可以對於自己受損害 這兩個問題不一樣喔 對在其出生前已經死的母親甲 可不可以以自己受損害 對名醫 名醫法對 以以甲公司請求損害賠償 你會發現問的很古怪 來解題步驟第一個 第一小題怎麼回答 A能不能以自己為胎而使 受有這些身體健康損害 去跟X還有E還有B 要賠償的關鍵是 你看 權利能力圈起來 權利能力的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點呢先講 權利能力的10點 第六條圈起來 10點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例外是第七條嘛 將來非資產者為限對不對 第一支保護是為已出生 這我們前面講過了 來翻到下一頁 所以在本案中呢 A後來他不是死產 所以並沒有所謂的解除條件的問題 所以他可以依照1841項前段 而且去193 來注意看一支八十頁的第五 第六行 第六行以下 184第一項前段請求損害賠償 並且依193條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 我們剛剛寫在這邊有沒有 還活著的話是直接受害者 如果是損害賠償的話 184還有193 還有一個字有 有別字改一下 另一 第19 這邊不是4啦 195改一下 另一195 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所以在題目講那麼多人的時候 原來第一小題只是搞權力能力的問題 這樣聽懂嗎 你這樣就把它 試兩波間就可以回答完了 那第二小題我覺得題目問的用語 有點怪怪的 我們再仔細品味第一句好不好 A對於 在其出生前就已經死亡的母親講 那個對這個字很怪 對好像是我要對他請求 但是其實我是把它理解成說啦 他可不可以 以母親的假的身份 去請求賠償的意思 懂嗎 去幫媽媽 幫媽媽去討 來一之八十頁的 老師第一段 在本案中 假是直接受害了母親死了 OK 那既然死掉的話呢 喪失權益能力母親當然不能求償 那192跟194 間接賦予被害人 賦予間接被害人 去求償 剛剛學過的嘛 192 A得1192請求財產上 但是這邊喔 這邊是指撫養費 因為媽媽如果還在的話 原本可以養她到成年為止的 以及 A也可以依照194請求精神賠償 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 這樣怎麼沒有 當題目如果用語齁 再講一次那一句 A對 在其出生前已死的母親 得否以自己受損害 就表示媽媽死 她很痛苦的意思嘛 去請求 要這樣把它理解 那另外再補充一段來 此外 實務上認為呢 不能只因為間接被害人是胎兒 就否定 衛福金的請求權 你看喔 胎兒 她還沒生出來嘛 所以當時媽媽可能中蛋 不管是媽媽當時已經死 或者媽媽把她生下來以後才死 不管 胎兒因為 第七條嘛 只要不是死產 視為權利要保護對不對 所以應該一概可認衛福金的請求權 所以後面那個 66台上2759號判例 你可以看一下倒數第三行開始 胃腹金的數額多少才是適當呢 要橫著一屆情況來看 後面重點 但是不可以 因為子女是胎兒或者年幼 就不賠 或者減輕賠償不行 這樣沒問題喔 那這個案子裡面是哪一個 其實都不是啦 但是因為有胎兒的關係嘛 下一題就是啦 下一題 假孕婦 然後到醫院產前檢查 做羊膜穿刺 是不是年紀大要做這個 是這樣嗎 OK 經秉實習技術員判定胎兒染色體正常 你看剛剛說一切OK 其後呢 假產下A子糖氏兒 OK 那我們黑板上這幾個 假女產下A子這個不用改 那一生若字改為糖氏兒吧 糖氏寶寶 然後這時候我們這邊 這名字改一下 還是我這邊賣個關子 未必要寫184的意向前段 請求人基礎可以再參著 再思考一下 並實習生 然後醫院是以 以醫院 醫院 甲痛不預生 與A子同時 向以醫院 還有丙求償 其實是有很多問題 其實第一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請嚴格講的話 是有四個 對 媽媽告計 丙 媽媽告醫院 或者A告丙 A告醫院 其實有四個問題 對 你會發現喔 這老師的答案這邊呢 你看 我們就稱為 甲跟兒子 兒女啦 分開看 像1-81的先講甲 那你看下一頁 1-82才是講A 我們分開講 甲的話 比較 比較沒有爭議 A比較有爭議 先看甲 這是屬於哪一個 來 對甲而言是哪一個 我不該懷的嗎 可以吧 那對A來講的話 我不該 來到人世間嗎 好 第一個 甲對餅 對實習生 來 好 餅從事 揚摩穿刺 我們任何人 是預設付什麼 管理人 善良管理人 注意把圈起來好 清權行為 就是預設是負 抽象經過是責任 因為黑板上好多排列組合 我這是屬於大體小作型 懂老師意思嗎 問的很多 你點到為止下結論 所以我們這邊會依照 實假呢 依照 當然你可以依照侵權行為 因為優生保健法 當然這邊我們不會去特別 記這個特別法 我這邊告訴你們 優生保健法第九條 第一項 有一個人工流產自主決定權 這個你可以另外再翻條文來看 這時候假依184第一項前段 要頂賠償 這第一個 那是什麼權利 184一項前段 這個也是屬於人格權的一種 可以嗎 權利是絕對權 包括人格跟身體權 可以齁 第二個 賠償的範圍齁 184第一項 193 這剛剛條就講過了齁 要頂賠 如果是財產上的話 是184193 也可以195第一項 要精神未斧金 然後比較有爭議的是來 不過有問題的是 假如果向頂請求財產上損害賠償的時候 後面畫起來 有沒有包含呢 假未來對頂的畫起來 一般撫養費用 及特別撫養費用 我們舉例喔 那個一般撫養費用 就是你寫日常生 一般人日常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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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之後再